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何俊若法,韓閉繁盈 又是很簡潔的這個字 詞曲 李宗盛 何是什麽呢? 前面不要當文好解 要不然就老舊了 何是漢台的銷河 何俊若法,若法是什麽? 何俊若法律,當時是營花 事詢是何呢? 漢高祖劉邦 當他打倒天下的時候 做黃大鴨 當時呢,蕭河是情相 在秦代的時候 因為這個刑法很複雜 亦都很嚴苛 亦都很吵架 一不小心就可能會有辦法 所以搞到文怨沸騰 漢高祖 上位之後 就和平民百姓 大家知道漢高祖都是平民出身的 約法三章 就在這裏 殺人者死 雙人及度 抵盡 三樣東西 就叫蕭河 立簡單明確的法律 這裏 蕭河亦都 遵從 而成立了簡明的刑法條例 所以呢 民生或民眾那方面 疏通了這個 就不會搞得那麼緊 今天這個呢 就講西漢時期的 城上蕭河的做法 漢斃法刑 漢是漢妃子 戰國時期的法家 當時講刑講法 他想的刑法出來 很嚴苛 變成了 糟糕 就在繁複裏面的刑法 到最後期呢 韓妃子因為被他的同學 李詩所妒忌 跟著向巡王離間 跟著被判入獄 在獄中自殺 正如,真的 很難看 簡簡單單就說了 蕭河和韓妃子 大家要看法字,法字还记不记得? 这个字很繁複 是怪兽,这是灵兽,不是怪兽 这是灵兽,大家都记得,这是灵兽 创出了法字 但如果选拥来说,写这个也可以 正体制应该是这个 另外一块二字 我们看太书,在两栋 但它算书是重短的 因为它可能留了小蜜 那边不是一点 下去 下来 这边应该是黏 黏下来 不是一点 漏了墨 老师爷,若法三章,多说一次 杀人者死 第一是杀人者死 第二是伤人 第三是到 偷东西 这就是这样的 那么简单 不是做生意的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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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伤人的伤人 伤人者是什么的? 伤人及盗者抵罪 抵罪 不是做生意的伤人 抵罪 是抵罪 多加,你選很多 另一個形字是從井 從刀,但是不寫是從人 人和刀都一樣 現在我們的開書就是這樣 最多的字是從刀 與井有關係嗎? 在那時失行, 田井制, 井田制, 中間這些部分, 是公開的, 其他部分, 新天出來有秩序, 很有秩序, 很有規律性, 但當你犯事的時候, 就做一把刀給你看看, 好, 那位置上好像有一隻雀鳥, 什麼? 那個雀鳥, 右邊那邊好像有一隻雀鳥, 它是寫得不老, 應該是做這個好菜, 做一把刀, 所以就做這個好菜, 是有不殺的, 好, 你可以做這一個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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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為何懲罰呢? 懲罰在床園,和狗有甚麼關係? 算是這樣的,但沒有懲罰 煩的呢? 算是火,這個人,這個頭,這個腳 最初的解釋是甚麼呢? 不是為人發火,而是為人發燒 是為人發燒的,發燒就令你很煩氣了 所以,用現在的發燒 兩句說話交代了兩月的歷史 也出了一句成語,樣發三章